我特别能读得懂 这个隐秘的角落里的那帮小孩 我认为孩子的世界里面 有一些复杂的元素 远远比我们大人想象中更复杂 孩子的简单思维当中 想事情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把事情想简单了 但是越简单 他的思考会变得越复杂 因为那个行为就会显得很复杂了 有很多时候 我们理解的真相 到死那天都没有真相 但是 我必须要对朱永平 为什么要录音 我要写封信给朱朝阳 我希望有一天他知道这个真相 写完以后 荣子山也给我回复了一次 他也写了封信给我 我特别敢动人 我们俩用第一人称来聊天 但是你说下次再见面 他还是荣子山 我还是张颂的 但我们曾经 做过朱永平 做过朱朝阳 如果有一天 你看见朱朝阳 抱歉 我说 希望你们能对他多一份包容 更难吧 我也没准备 她 abunda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